根据路透社报道 西班牙国家铁路近期在沙乌地阿拉伯招募女性司机 释出约30个名额 吸引28000人报名 显示在这类女权被压迫的保守国家中极端的工作需求状况 西班牙国铁透过线上学术语言评估的筛选 已经过滤掉约一半的报名者 而面试结果将在3月中旬前出炉 经过一年的有心培训后 这30名女性司机将驾驶往返麦加和麦蒂娜的高铁 西班牙国铁也表示 她们很乐意为当地女性制造就业机会 而沙国女权在禁令下受到严重限缩 过去女性只能担任教职和医护人员等角色 甚至直到2018年 女性才被允许开车 2021年 开放可不经男性亲属同意 自由参军 并且担任高阶职位 让该国女权又朝前迈进一步 但沙国救治仍无形限缩女性工作权 直到去年第三季 女性工作的比例仍然只有男性的一半 且失业率是男性的三倍之多 华语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展 目前提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v较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